求爱三招打阵 杨成林情坠李荣浩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人心 她还有一些小小 小小小小 小咪 我有没有看错啊 你没有看错 跟金举信任李荣浩又贴又老的女伴 就是大大一岁的杨成林 可杨成林不是跟王子在一起吗 而且她眼睛那么小 我是说 她怎么会被追到 听说这看起来像根木头的李荣浩 最后三招就搞定杨成林 注意听啊 第一招 嘴甜淘气留下好印象 去年李荣浩发片找了杨成林站台 互相留下好印象 其实是真的孩子有在欣赏她 真的喔 第二招 才华让男人魅力发光 李荣浩办这个新歌音乐会 又主动邀了杨成林 用才华让女孩卸下心房 第三招 死缠烂打永远不嫌累啊 据说李荣浩经常坐飞机来台湾啊 单独和杨成林溺在一起吃火锅 或者是相约的北京吃饭出游 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台湾海峡对他们来说 哎呦一点都不宽 李荣浩轻轻使两下子心机 就郑重杨成林的红心了 可李荣浩不是还有个强国 俱辱女友陆瑶吗 其实他们已经领证结婚了耶 哎呦 李荣浩说他早就和陆瑶分手了 现在眼里只有成林姐姐 杨成林的经纪公司也说 他们正在暧昧关系 是聊得很来的朋友 谢谢关心咯 看来情人节狗仔又有的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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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